各位大家好 又是我蘇蛇 今天很高興和大家分享有關電影的觀後感 這部電影叫《破地獄先恭喜》 這部電影已經突破了7000萬票房 你聽這段錄音的時候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成為其中一個 造走這麼高票房的支持者 有否看過你也可以在留言板告訴我 又或者是有什麼原因 驅使你去看或者驅使你未去看 你也可以告訴我 這部電影《蘇媽》 一開始都不敢入場看 因為聽到一個題目就是《破地獄》 一個具有宗教意味的主題 也擔心會不會有遺體化妝 或者是一些破地獄儀式的情節 會令到她晚上睡不著 所以一開始蘇媽都頗擔心 但經過我多番鼓勵 以及挾持下 我就抓了蘇媽入戲院去看這部電影 看完之後我就問她 你害怕嗎 蘇媽說一點都不害怕 與此同時也說出電影很感人 很感動 而且我坐在她旁邊 我都看到她有好幾次拿紙巾抹眼淚 所以這一齣電影 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一齣題目 好像都嚇到某些朋友 但蘇蛇可以拍心口保證 看完之後我相信應該不會令到你睡不著 反而入面動人的情節可能會令到你很感觸 還有會想起很多很多的東西 我覺得是值得入戲院支持的 因為其實本地的電影真的買少見少 今年我也不知道可以拍多少出電影了 可能大家疫情的關係已經習慣了 未必入戲院 以至到很多電影的票房 其實真的不太理想 所以之前的九龍城寨圍城 可以去到這麼高票房 我都覺得很厲害 當然毒舌大狀也是很厲害 但真的是一個異數來的 而去到這一齣電影 票房已經說超過七千萬的時候 我只能說的是本地觀眾的成熟度 是越來越高 即是說真的擺明這一齣電影 不是一些什麼懸疑 又或者是一些打到七彩 或者很多一些電腦特技 主力就是一個文藝片 可能未必是某些朋友的那杯茶 但在這麼短時間裡已經衝破了七千萬的票房 即是意味著有人可能一看再看 甚至是他看完之後覺得真的很好看 然後就不停地介紹身邊的人去看 有一個這樣的口碑的時候 我去到戲院的時候 都看到真是老中青 我很少看到戲院 外面已經是很多的人群聚集 看完之後覺得沒有令我失望 沒有令我失望 當然我主力進去就是 肯定是因為王子華和許冠文 兩位這個組合 是令我覺得兩位喜劇太陡 也都是喜劇界動督少的前輩 能夠去組合而成為一出電影的主角 會有一些什麼化學作用產生呢 這個是令我挺引頸以待的 所以我進去的時候 我都很有一種憧憬 看看他們會撞出一些什麼火花 是真的很有火花的 當然是否真的笑到你流眼淚的火花 是有的 當然不會整齊電影都是 但是更加令我覺得 他們拆出的火花就是一種演技的火花 那是兩個角色之間撞出來的火花 他們開始認識 然後到許冠文對他好像有一些不好的觀感 然後慢慢看到王子華所飾演的角色有改變 最後成為一種知己的關係 整個flow其實是劇本推進得很合理 而他們演戲上也很順 所以我很喜歡這個組合 當然王子華飾演的角色有一個分底策劃師 然後最後成為一個長身店的營運者 你都看到他的變化 尤其是他做一些很卑微的社會上 某些階層的角色 我覺得是演得很好的 演技方面 之前未有很多人懂得去欣賞 或者他未有很多機會 叫做可以去試 但是自從讀色大狀 其實他已經改變了大家對他的觀念 覺得他不只是一個棟篤少表演者 亦都是一個有演技的演員 所以他演這個角色的時候 無論他說這齣戲本身是找劉青雲去做也好 或者怎樣也好 是說服到我的 是令我覺得他很誠實地去做這個角色 亦都沒有刻意地去加他的所謂一些額外的幽默感 令到這件事是滑舌添足 反而是很相信劇本 亦都很誠實地去呈現這個角色的狀態 所以這一種的感覺是令我看起來是很舒服的 這樣下去當然是由許冠民所飾演的國民 他所呈現出來的那種的 weight 即是在電影裏面的那種份量 或者那份的重量 是令我完全扔下了以前那種喜劇感 那些的狀態 令我看起來 我會覺得他就是那個角色 他就是這個 就是很堅持一個傳統 亦都希望盡力能夠維繫一個家庭 但是卻是有一種 不是很懂得怎樣向子女表達 關懷、關心的一個慈父的一個形象 我覺得他拿捏得不溫不火、欺負到好處 我覺得是非常之好看的 所以我很喜歡許冠民前輩的這個演繹 而當然朱柏康所飾演的郭志斌 亦都令到很多人拍了手掌 朱柏康是我的師弟 我亦都曾經跟他演出舞台劇 當年他已經是很出色的了 他很擅長做一些 怎樣說呢 小生的角色 我想他亦都可以處理到的 但他亦都更擅長去飾演一些不同社會階層的角色 當時我就是跟他一起去做一個 類似一些低下階層的角色 他是很有創意地去為那個角色去加添一些色彩 而去到今時今日 無論是舞台劇界也好 甚至是一些電視的演出也好 甚至是電影喜劇、正劇的演出也好 他也是做得很好 今天這個去繼承著爸爸的這個工作 令到我們覺得他就是我們身邊的人 就是我們平時接觸到的那個人 他不是說在舞台上有一種 所謂的appearance 是令到你會覺得很charming的那種 但他是有一點類似劉青雲那種 叫做性格派演員的角色 是令到整個電影是起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如果你說表面就是看王子華和許冠文 如何去擔當成出是一個領涵主角的角色 但是朱柏康他飾演這個郭志斌的角色 我覺得才是這個戲裡面的一個靈魂 如果說許冠文是一個堅持傳統的人 而郭志斌其實都是盡力地去迎合這個傳統 盡量迎合去飾演一個別人的兒子的角色 但是卻是外於他的讀書能力 又或者他的成就 又或者他和爸爸的溝通 甚至是和妹妹的關係 好像處處都碰壁 處處都失敗 整件事就令到我們覺得 其實有一種同理心 還有一種憐憫之情 所以很多朋友看完這個角色之後 都特別深印象 當然對朱柏康那種很自然的演繹 也都是覺得這個演員很厲害 我相信日後本地的電影 他應該會越來越多機會 越來越多製片、監製、導演去找他 去到由衛斯瓦所飾演的《國民粵》 坦白說 我之前對衛斯瓦不太認識 都覺得她是美女 一個花彈的角色 你可否說是花瓶呢 我就不敢說 因為我真的很少看她演出 但這次《破地獄》的演出 的確是令我眼前一亮的 我覺得衛斯瓦飾演救護員這個角色 是做得很好 那個舉手投足 他那種硬朗 那種救護員的專業性 全部是令我入信的 還有她和哥哥朱柏康所飾演的角色 以及爸爸的周旋 然後自己又好像彷彿被父親冷落 一直的冷落 但她又對這個家庭這麼投入 這麼盡責 在那個張力下 整人在救護工作裡 又面對生離死別 又可能因為家庭的關係 不可以有一個正常的拍拖的生活等等 很多東西令到這齣戲的人物裡 很多角色都陷入一種幾大的壓抑之中 其實想起也挺像我們 生活在這個世界 可能在某些位置都是一種壓抑 或者責任壓到我們 好像無法呼吸 我覺得衛斯瓦飾演這個角色 是令我很相信的 還有一些配角 包括八尺所飾演的黎先生 以及由梁雍廷 去飾演這個蘇蘇的角色 以及韋羅莎所飾演的欣小姐 這些人物都是在戲裡 起到一個襯托的角色 當然也是在服務整個主題 但是沒有辦法 一定是薑是越老越辣 由秦沛所飾演的明叔 甚至是由金燕玲所飾演的蓮姐 甚至是周嘉儀 周嘉儀不算是年紀太大 但他們所飾演的角色 都是在戲裡起到一個 鼓力襯托的角色 我也要欣賞這位導演 陳茂賢 因為他的編劇 他的導演 他這麼紮實 用一個文藝片的形式 去做這部電影 以至可信性就變得越來越大 而不是用一些很花巧的 或者一些大灑鹽花 例如你想想 衛斯亞那場藏戲 他跟那個醫生可以做盡一點 他就不是做這件事 反而就是用一種戲劇 用一種文藝 亦都不怕太過文藝 害怕觀眾 或者投資者 他就是做到盡 將這件事做到最盡 所以就得出這個效果 而這個效果 我是覺得做得好的 剛才我提到的角色以外 譬如有鍾雪瑩等等的演員 不好意思 我暫時無法全部讀出 但我覺得整個台前幕後 令我覺得這部電影 除了是一個集體的藝術作品之外 亦都是對於本地來說 尤其是拍文藝電影的一些創作人 或者一些電影人 是一種的尊重 以及一種的示範作用 就是告訴大家 原來今時今日的觀眾 不只是看賀歲片 不只是看怪力亂神 不只是看打到飛起 不只是看盡搞笑 其實你很誠實地做好故事 它裏面所提及的感情 是觸及到我們 令到我們有共鳴的 觀眾就會喜歡 所以我想這一齣電影 是挺劃時代的一齣電影 如果你未看的話 我也鼓勵大家 進去戲院看這一齣電影 支持一下本地的影壇 因為真的買少見少 當你享受於在家裡 看一些串流平台的時候 當本地的電影票房 越來越收縮的時候 投資者就越來越少 影制作者甚至演員的機會 就會越來越少 最後就會變成 Nuffing 我們曾經輝煌的 光輝過的一些電影的年代 就真的會飛躍 我相信大家都不想見到它飛躍 所以都希望大家能夠 繼續支持本地的電影 好的電影 好的演員 是值得支持的 今天分享到這裡 多謝你們的收聽 再見